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先生,歡迎光臨Mully Eden 次日,由Intel公司副總裁 其個人電腦用戶端事業群總經理 Mully Eden進行演說 題目為The Next PC Milestone Ultrabook 將展望Intel針對消費者的全新訴求 與PC業界重新塑造個人運算的面貌 Mully Eden指出 PC自90年代初開始成長 至今已達至每天銷量達100萬台並持續成長 現時,正有約15億台PC在投入工作中 更重要的是,新興國家市場對PC的需求正不斷提升中 其中有兩個重大的轉變 包括中國市場取代美國成為全球最大PC銷量國家 同時,巴西追過德國成為全球第三大PC銷售國家 預期至2015年,新興國家市場 將佔PC整體銷量成長率約65% Mully Eden回顧過去PC市場 曾出現了多次重大的推變 1995年,Intel推出Pantium MMX處理器 推動PC加入CD-ROM裝置 以及MMX指令集 令PC能夠滿足影像播放需求 2003年,Intel推出Sentrino行動平台 2003年,Intel推出Sentrino行動平台 並將PC主流方向由Desktop轉移至Notebook IntelSentrino行動平台 成功令Notebook的銷量超越Desktop 8年後的今年,Intel創造了另一個推變 Ultrabook在成立外觀電池續航力 以及網絡連接功能上更進一步 Intel令人們不僅僅在工作中用上PC 而是要人們愛上PC Wooley Info表示 Intel不斷在處理器微架構上 作出改良 代號Sandy Bridge處理器產品至今 累積出貨數目達7500萬火 是Intel公司 史上累積出貨成長量最快的處理器產品 Iffrey Bridge採用全新3D電晶體22厘米製程 核心內建14.8億個電晶體 它不單止在TikTok戰略中 單純改良電晶體製程的Tip Mooney Egan將Iffrey Bridge形容為Tipers版本 在微架構上作出大幅改良 更重要的是 新一代Iffrey Bridge處理器 是Ping-to-Ping相容於現有的Sandy Bridge處理器 用家由現有Sandy Bridge處理器 升級自全新一代的Iffrey Bridge處理器 根據彈星 此外Iffrey Bridge也改良了和周邊設備的 Interrupt Routing設計 加入了更聰明的Dynamically Interrupt Boot設計 多Core 0、Core 1、Core 3正要進入睡眠 多系統發出Interrupt信息 所有Interrupt不會指向Core 0 而是給予正在工作中的Core 2 此舉將能減低約250mw的功耗 Moolie Eden特別提及下一代Iffrey Bridge處理器 將加入DirectX11繪圖規格支援 其Geometry Shader處理能力被大幅強化 新一代繪圖核心改良了Shader Array設計 增加了Sampler的運算增圖量 針對Pixel Shader運算 加入了硬體加速器 Iffrey Bridge處理器已經進入工程樣本階段 並展示Iffrey Bridge可以流暢地 處理20個1080P High Dane影像播放 在展示期間 當Moolie Eden展示Iffrey Bridge 執行20個1080P High Dane影像播放的時候 突然展示停止 並出現了DISPLAY DRIVER STOPED RESPONDING Moolie Eden也展示執行 由UNISOFT推出的 Tom Clancy HAWX2 Direct X11遊戲展示 證明了Iffrey Bridge的繪圖核心 以完整性能 CHAW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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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